主播画面上看到大批媒体是守在美国麻州这间法院外 等的就是这次机密外泄21岁主贤的父母 那他们刚刚走出来就被记者们包围 这是自从危机解密以来 美国最严重的情报外泄 21岁空军国民兵泰谢拉从4月就被逮捕 解放以6项持有或散布机密资讯的罪名来起诉 那周三的时候法院开庭 泰谢拉是对6项指控是全数不认罪 那接下来这起案件就会进入审理程序 对泰谢拉的6项指控 每一项最高都可能判处10年有期徒刑 那根据外媒报道 当初泰谢拉以不明方式取得大量的机密文件 然后在聊天室软体公开散布 这些文件内容包含重要的美国国防外交资讯 像是乌克兰的军援和防空系统 甚至还有对中国大陆北韩等国情势的评估 那当时一传出来 可以说是让美国政府颜面无光 想送你消息时间回来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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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